小羊点心铺开饭咯 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当我们遇到不开心不顺利的事情 你会怀疑上帝对你的爱吗 圣经上说 有时候困难的环境 也是上帝的祝福哦 困难的环境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 有更多成长 我们遇到患难时要练习忍耐 忍耐的过程中 依靠上帝的恩典 可以培养出成熟 成熟的生命 有从神来的平安跟智慧 让我们知道无论如何 神爱我们 神要祝福我们 于是盼望就从我们里面出来 透过困难的环境 我们可以有成熟的生命 可以更了解上帝的心意 这个锻炼的过程 有从神来的喜乐 帮助我们面对 让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罗马书五章三道四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用各种方式祝福我 求你帮助我在患难中不抱怨 不生你的气 不怀疑你的爱 让我在不顺利的时候 有从你来的喜乐 让我更顺服明白你的心意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